排隊啊 後面排隊後面排隊 回家過年的這段時間 我發現我家附近這個男主雞翅 賣的特別好 每一家店都在排隊 這雞翅啊 我有試不吃 首先 排隊的我不吃 因為我心喪 遊客們大老遠來到我的家鄉 我不忍心和他們搶 所以現在我決定去菜市場 買點雞翅 自己回家做 這雞翅購買回來 先用傳統療法給他做個針灸 想要不費油 可以把雞翅提前烤成三段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買冰凍雞翅 那樣更方便 而且更便宜 有時間的觀眾可以給雞翅泡一杯淡鹽水 除了能去除腥味 也能讓肉質多吸收一些水分 油炸後的汁水會更加豐富 如果沒時間就洗乾淨直接醃 醃製的配方很重要 所以我只掌勢一秒記得要截圖 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南煮 建議你們直接買南煮醬 相對於南煮塊它更加方便 而且味道不會太鹹 南煮的最佳拍蛋必須要有蒜 大蒜可以用料理機或者磨泥器弄成泥 因為蒜泥比蒜末更狠 所以能更快入味 最後加入一個雞蛋 輕輕地用力按摩5分鐘 放冰箱醃製一個小時 有時間就多醃一會 這樣骨頭都會入味 下一步去買一包現成的酥炸粉 如果現成沒有也可以通過網購 加少許鹽胡椒粉和五香粉一起混合均勻 雞翅裹粉的時候如果怕麻煩 可以全部丟進保鮮袋 用力抓幾下 這樣不會弄髒手也可以少洗兩個碗 那如果想做出更酥脆的外皮 你就需要準備一碗清水 把雞翅放入粉裡 用力擠壓翻面搓7次 抖一抖放入清水馬上撈出 繼續翻面搓7次 再抖一抖你就會發現 面衣變成了靈片狀 油炸後會呈現這樣的效果 這個在古代叫做雞翅膨脹樹 當年炸雞大師肯先生 就是靠他走上了人生巔峰 找一個平底鍋 油不用放太多 先把油溫燒到170度 沒有溫度計就放個筷子進去 看到冒泡就可以 我們用半煎炸的方式來製作 這裡面 刺根刺中和刺煎的油炸時間不一樣 建議是分開來弄 下鍋之後 每隔一分鐘就給它們翻個面 讓它兩面受熱均勻 這個做法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不用二次復炸 只需要在最後一分鐘把火調到最大 因為鍋裡的油不多 所以很快就能升溫 這樣一步到位做出來同樣酥脆 不用我多說 聽聽這個聲音 當裡面夠不夠嫩呢 這時候就需要我冒著工商的風險 來替你們嚐一嚐 紅色的部分是被男主醬攘紅的 按照我這個時間去做 肯定不會不熟 哇一口下去 男主那種酒香味真的非常的迷人 說實話我覺得外面賣的那些雞翅 男主味都偏弱 自己做醬料嘎嘎肉 吃起來才過癮 那如果你對油炸沒有把握 其實這一步也可以用空氣炸鍋 或者烤箱去代替 給雞翅的兩面噴一層油 180度先烤12分鐘 然後翻個面調到200度再烤8分鐘 我在家裡試驗過這樣的 七八成接近油炸的效果 吃起來味道肯定沒有問題 整體的酥脆度還可以 但就是汁水會比油炸的少一些 而且雞皮相對會硬一點 那如果你懶得去裹麵衣 也可以把醃製好的雞翅直接拿去烤 這樣出來的就是男主烤翅 或者直接用平底鍋煎一煎 做成男主煎雞翅 反正自己在家弄 怎麼方便怎麼來 好了那下面這部分內容 就適合一些和我一樣家庭地位比較高的觀眾 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做出三點提升 首先是材料必須要用整次 第二是腌制的調料 會增加芝麻醬和沙茶醬 這兩個東西一放進去 你在腌制的過程中 已經能聞到更濃郁的香味 等一下油炸出來味道會更加的豐富 整次的腌制時間需要更長一點 我建議是腌制隔夜 第三就是麵糊的調製 同樣是梳炸粉加調味料 但這次會加入更多白芝麻 用來提升外皮的層次 這也是潮濕炸雞的一個特色 最後加住1.7倍的清水 把材料全部拌勻 調成均勻的麵糊 把腌制好的雞翅放進來 用手抓幾下 和麵糊一起抓勻 這樣麵液在油炸的過程中才不會脫落 下一步要找一個大鍋 先把油溫燒到160度 沒有溫度計可以滴幾滴麵糊進去 看到下鍋後馬上浮起來 就可以把雞翅放進去 保持中大火加熱炸8分鐘 中途記得要翻面 讓它受熱均勻 炸到表面金黃就先撈出來 把鍋裡的腸渣過濾乾淨 等一下高溫才不會燒焦 油溫燒到190度 雞翅重新回鍋 覆炸1分鐘 這個過程是讓表面更加酥脆 排隊啊 後面排隊後面排隊 不要擠排隊 對 這種火絲粉油炸的好處 是能夠增加麵衣的水分 從而形成蒸氣層 減少肉質水分的流失 吃起來的口感會更加的水嫩 另外芝麻在水分的包裹下 也不容易炸糊 炸糊可是要賠三家 炸糊 炸糊 的erecht